要价1300万元的CAR-T细胞治疗 从11月1号起是纳入健保给付 经过健保一价之后 下收到了819万元 预估目前会有110位的患者来受费 而健保署采取暂时性支付的方式 也就是经过两年期间追踪患者的疗效 如果发现治疗无效或者是复发 就会再重新评估是否继续纳入健保给付的范围 本来今年2月想说哇要庆生了 就是5年都没复发 应该之后再复发机率不高 然后所以后来很不幸 今年2月我又复发 谈起奋战历程 周绍兵医师感慨万千 他在5年前罹患罕见淋巴癌并血癌 经过干细胞移植后 却在今年2月复发 存活率只剩下2% 在医疗团队建议下自飞1300万元 再试试看CAR-T细胞疗法 总算抓住一线生机 那我们知道癌末病人 其实都是慢慢就会走向往生 CAR-T这样的新的治疗 几乎可以再把白血病 大概50%的病人 大概有根治的机会 而这个严重淋巴癌 大概有40%可以根治的机会 所谓CAR-T细胞治疗 可用于治疗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跟复发性或难治性 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癌 长期存活根治率达40%到50% 但自费治疗要烧掉1000万元以上 而健保署在11月起 针对CAR-T细胞治疗 才证实性支付 经过溢价 治疗费用也下收到819万元 预估目前全台一年 会有110位患者受益 而截至目前 健保证实性支付药物 除了CAR-T细胞治疗外 还有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 等三款喊病用药 会在两年期间追踪患者疗效 如果发现治疗无效或复发 就会再重新评估 是否继续纳入健保给付范围 未来也会规划 新药癌药基金 那么在这个总额外面 来吸纳这些暂时性支付的费用 但外界有忧心 随着新药陆续出现 恐怕健保大饼 还是得益助更多资源 谢谢陈琦跟二弟特别报道